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,社交网络已成为人们展示自我、沟通交流的重要平台,微信朋友圈作为其中的代表,更是让无数人热衷于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,然而,也有一部分人,他们在微信里从不发朋友圈,他们并非内向、自卑,而是属于以下这几种独特的心理类型,看看你是吗?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,边界感清晰的人,对自己很满意,完全接纳自己,拥有一个全新的自我,我很满意我自己,我对我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认知清晰。 这个是很难做到的,大部分人基于对自己的了解,很难接受自己的缺点和不足,甚至会被周围的声音所影响,不断伤害自己,自我怀疑,自我否定,折磨自己,不肯放过自己好似并不完美的灵魂。 他们对自己的内在并不满足,所以需要源源不断地向外寻求帮助,需要从他人身上汲取力量,获得认可。 好似证明自己并不完美,需要打磨成美誉,其实只有做真实的自己,把视线放在自己身上,我们才能够不在意他人的眼光和看法。 边界感不清晰的人是很痛苦的。 他们无法认同自己,内心的满足来源于他人的认可,边界感清晰的人,有独立的思想,可以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,他们会把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分开来看,不会让别人的情绪影响自己,也不会让自己的情绪影响别人,更不会将自己带入到他人的情绪当中,为什么要做到边界感清晰? 因为你要为自己的情绪和行为负责,自己舒服,他人也舒服,这世上没有任何人,有义务和责任为你的情绪买单,哪怕是在亲近的人,也没有那个义务和责任一直帮你。 做一个边界感强的人,满足于当下与未来的自己,多向内求,不喜欢被平头论足的人。 这类人在生活中独立自主,有着坚定的信念和价值观,他们不需要通过别人的认可来证明自己的价值,也不喜欢别人对他们的生活指手画脚,他们深知,一旦在朋友圈发布动态,难免会受到各种评论和解读, 这些声音可能会影响他们的心情,甚至改变他们对某些事情的看法。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纷扰,他们选择保持低调,不在朋友圈分享生活,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世隔绝。 相反,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有着丰富的社交活动,与朋友、家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,他们更愿意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来分享彼此的喜怒哀乐,因为这种交流方式更为真实、直接。 在他们看来,与其在微信朋友圈里追求虚拟的认可,不如在现实生活中收获真挚的情感,能做好情绪管理的人。 前几年知识付费非常热门,喜欢心理,成长的朋友可能看过或听过一本书《情商》,为什么情商比智商更重要? 作者丹尼尔·戈尔曼是哈佛大学心理学博士。 在心理学领域很有权威,情商研究也贯穿他的整个职业生涯。 事实上,他所说的情商,Emotional Intelligence,本质上是情绪的管理能力,包括认识自身情绪,管理自身情绪,管理他人情绪等。 戈尔曼教授之所以要花几十年的时间研究情绪,是因为对于成年人来说,情绪管理的确是一件不太轻松的事。 几乎所有人,在工作和生活中都会遇到同事穿小鞋,被领导冤枉,被客户刁难,夫妻感情变淡,婆媳矛盾,孩子叛逆,经济拮据,伴侣出轨等问题中的一个或多个。 但每个人的反应完全不一样,有的人从来不在朋友圈发泄,一个人默默承受,寻找解决方法,而有的人一遇到麻烦,心里完全藏不住时,必须马上发出来,让所有好友看到,可怜巴巴的祈求安慰。 后者如同一个储满负能量的气球,仿佛轻微触碰,就会炸开一样,让人迫切,想要远离。 人生其实就是一个麻烦,接着一个麻烦,生活的本质也是解决问题,打怪升级,才能从惊慌失色,变成面不改色。 如果不能管理好自己的情绪,不仅会让同事客户给你贴上任性,幼稚,情绪多变的标签。 失去很多晋升的机会,还会在背后偷偷嘲笑你没出息,一位不知从哪个群里家过来的好友,曾在朋友圈里长篇大论的诉苦,大致是,他父亲没什么本事,收入很低,双目失明的母亲,做了手术需要拆线,央求了一圈,没有一个人愿意开车送他到镇上医院,连自己的亲叔叔也不肯帮忙。 末尾他还说了一句,父母本本纷纷做人,踏踏实实做事,却落得如此田地,果然人心险恶,人间不值得,跟他不是很熟,看了这段话,没有太多的感想,但如果是他的同事,同学,邻居。 看后第一反应是什么呢?大概率是,漠不关心,窃窃自喜。 成年人的世界,快乐是假的,前南转是真的,新南郊也是真的,亲戚朋友见不得你过得好,落井下石,是正常现象,没必要对他们抱太高的期望, 还不如抓紧时间,寻找其他有效方法,及时解决问题,把精力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人和事上,产生负面情绪,不停的内耗,反除,抑郁,最终折磨的是自己,也一定会发现得不偿失。 但是,纪献林也曾在《悲喜自渡》里说过,在人生的道路上,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。 人间万千光景,苦乐喜忧,跌撞起伏,除了自渡,他人爱莫能助,并且无效社交,专注当下生活的人。 经常发微信朋友圈的朋友,会发现,当你发不同内容的时候,点赞的,往往是不同批词的人。 比如,如果图片是展示你的妆容衣服身材,会吸引大量异性点赞评论,如果是工作,会得到同事,客户的回应,如果是转载时时新闻,国家法规细则,反映最积极的,往往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。 这是因为,人性的本质是一样的,尽管每个人身处不同的阶层。 有不同的消费水平,不同的学历,文化修养,但他们都遵循同样一个原则,我只关注跟我自己有关的内容,跟我不相关,不感兴趣的事情,我都视而不见。 一位宝妈,曾在网上记录了自己发朋友圈的后悔史,有一次做了一份红烧肉,味道和色泽都很不错,就发朋友圈炫耀一下。 结果不到一分钟,一位女性朋友打电话说,要带孩子来蹭饭。 朋友来蹭饭,一个菜不够吃,当然要多炒几个菜。 她急忙跑到楼下的菜市场,买了一些素菜和荤菜,一个小时后。 五六个菜上桌了,朋友也带孩子上门了,如果只是吃了饭菜,倒没什么。 可这个朋友的孩子特别没礼貌,把客厅弄得乱七八糟,还抢走了自己孩子的玩具,事后网友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孩子安慰好。 但是当网友自己急需用钱的时候,向那位女性朋友借钱,她嘴里说得好好的借两万,但转身立马就拉黑了电话和微信, 两人像是从来没有接触过养生书。 一次借钱,让她看清了朋友的为人,也让她明白了人性的本质就是自私,当你所做的事情对对方没有帮助的时候。 对方不过是,权衡利弊后,做出了最有利于自己的选择。 这个社会,每天都在新建很多社交关系,其中大部分的社交都是无效社交,对自己的生活、工作、成长,不会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帮助,更多的都是拉垮、伤害。 真正聪明的人,都懂得管好自己的嘴和手,不乱说话,不乱发朋友圈,活在当下。 自得其乐,我们要恭喜那些不发朋友圈的人,把大部分心力拿去应对真实的生活,恭喜他们找到了生活的重心。 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人。 有一些人,他们可能因为心中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,而无暇顾及微信,他们可能在工作、学习或者其他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,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发朋友圈,不可否认。 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空前巨大,很多人忙碌到深夜,然后早早出门,开始一天的奔波,他们实在没有闲情抑制刷手机,仅有的休息时间也是倒头就睡,根本提不起其他兴趣。 对于这些人来说,微信只是一个社交工具,并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,即便获得了短暂的休整时间,他们也更注重实际行动和成就。 而不是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的努力和成果,因此,他们不会经常发朋友圈,只专注于自己的目标和追求。 其实,朋友圈只是自己的空间,发不发全凭自己选择,别人无权过问,发朋友圈,未必就是炫耀,不发朋友圈,未必就是清高,你的朋友圈,你做主,他的朋友圈,他决定各自理解,彼此包容,才能营造出干净的圈。 圈子不冷嘲热讽,愚人是一种尊重,不平头论足,愚己是一场修行。 读国学经典,误人生智慧。 欢迎订阅大道无形。